我們由於傳到來帶位為主 我覺得在服務性行業 一定要配合觀眾 觀眾來買票或錯位 或者要求 個位不適合我想愛過可以嗎 但你電腦就不可以了 買了就是這樣 我們在那方面人情味就夠一點 新的掃碼又說什麼 舊的有些還是要用菲林的 雖然一套半套都要有人懂 而且我們是輪耕制的 如果認識那個優了認識 或者請了假去旅行 你就叫起來不認識 所以一定要學機房那些 有空都要學 保持 那些是傳統技術 起碼最基本都要懂 盡量請一些年輕人 始終真的要離開 但你自己還在做一天 就要扶持他們 很多東西都學不完 因為已經六十多年了 你想跟著他們學過的東西 很多都學不完 這裡好像家庭式的生活 大家沒有什麼吵叫 還有像家人一樣有商有糧 自己在那裏做四十多年 因為是幾任經理的 他們一向做事都很節約 和很省健的 好像我們場內用的二樓 在香港的舊戲院倒閉了 我們去香港 搬後會過來 自己澳門改建 回來自己改建 來安裝 自己在那裏做的話 盡量都希望同事保持那樣作風 每樣都要節約節約一些 始終那個戲院的設備給人感覺 就算我場內大堂怎麼裝修 給人感覺都是不及外面銀河那些新的 建築物和效果的音響 人家內不內搞大型的展覽宣傳 我們真的靠街坊的東西 貼著旁邊 貼著自己 有時認識朋友的 就讓他擺 特別是曲藝那些 有幾間店舖都有幫我們宣傳一下 打翻人情牌